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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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市场好久没来 记得当年 你妈妈只要一不忙 就来这儿买点你爱吃的菜 是啊 我还记得以前的时候 我妈妈经常会带我来这个市场 没变啊 林颖哥哥 今天我买几个菜 让你尝试我的手艺怎么样 好啊 走 吃点什么呢 我们买点蔬菜吧 好 便宜哥哥 你喜欢吃什么呀 西红柿 来两勺鱼吧 可以啊 这鱼挺新鲜的 老板 这鲑鱼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野生的 七十五一斤 便宜一点 你看这又是野生的 又是新鲜的 要不这样吧 你 你给七十一斤 再便宜一点 七十行了 他们也不容易 别说话 老板 您刚刚说这鱼是野生的是吧 对 我告诉您 这鱼就没野生的 绝对是人工养殖的 实话实说 多少钱 五十八行不行 你这小姑娘还是个行业呢 那这样吧 最低给你六十 多一分我们都不买啊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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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八 五十八 你要几条 来两条 行 来两条 好嘞 怎么样 杜总 你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 去买东西也这么砍天 我砍你这儿害一害呢 厉害 厉害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动画中 请稍后在 好 明依哥哥 你有多久没有自己在家里做饭啊 可有些日子了 真的 今天得在家好好吃一顿 是啊 我也好久没有在家里吃个饭了 星妍 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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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呢 哥哥 星妍 其实我隐瞒你了 我跟林总不仅同姓 还是同一个父母 林哲说得没错 这是我亲弟弟 那时候你还小呢 我不记得我有这么一偷油瓶的弟弟 那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上楼说吧 好 就是这个我去 行行行 你快来掐我去 快给他一瓶子 我给你 你帮我去 等会儿呢 说话 让我消化消化啊 顾兴颜 在蒙特利尔 跟我一块儿练摊的顾兴颜 就是唐总的女儿 白希宁 这怎么跟拍电影似的呀 来 今儿晚上饭我来做啊 给你露一盛 林哲哥 给我留一半 我也要做 鸡蛋炒西红柿那个归你啊 嗯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来 谢谢 谢谢 那等于 咱俩有约等于亲人了 比亲人还亲 来来来 帮我拆花 太好了 我在这个市场啊 除了我分以外 又多了一亲人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花啊 我看你画过啊 今儿刚好录过花店 就给你买了 本来呢 是想庆祝你进入董事会 结果闹出这么一情节 简直就是罗马假日 公主落难哪 不过话说回来 真的是要感谢一下林哲哥吧 如果不是他出谋画策的话 我还真的不可能说服胡法 那当然了 我哥多厉害啊 也是我哥 开饭喽 来来来来 妈 酒吧 来来来来 对 尝尝我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咱们一家人 终于坐在一起吃顿饭了 来 庆祝一下 干杯 你妈妈在天之灵 要看到这一刻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哥 接下来 是不是就该王子复仇记了 这小子电视剧看多了 你要是李卓然 你现在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 拉拢星炎呗 对 我没有暴露星炎的身份 就是为了迷惑李卓然 接下来我们就要将计就计 理应外合 把李卓然 亏空公司的证据 全部搞到手 然后 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保证完成任务 好 来 明康 你这什么情况啊 就问你帅不帅 你的车啊 对啊 老实交代谁的车 就不能让我多演一会儿吗 真的是 公司给你配的新车 这不是省董事了吗 专车服务得伺候起来啊 给我配的车啊 对啊 那你早 我早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啊 跟你说了 还有惊喜的感觉吗 哎 但除了车之外啊 还有一个消息 我得跟你分享一下 我听公司 人力不服务说 要给你找一个新的助理 但是呢 我有一点小的建议啊 你看咱们这一路走来啊 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啊 比如说这个信息啊 对吧 这个危机公关啊什么的啊 考虑一下 你这个建议非常有建设性 采纳了 成功 成功 走着 那这车他一会儿是会开到地下地车 当然了 您现在是顾董事了吗 那下班以后就给他接我们 好好试一下新的宣伏好不好 真的吗 对啊 顾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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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 Ireland 顾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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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要开始慢慢适应新身份了啊 顾总好 顾总好 有三件事情 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下 第一 板楼下那些什么欢迎海报 通通给我撤了行吗 我是来工作的 我又不是这儿的客人 好吧 第二 让各个部门 把业务报表近三年的 通通发给我的负责 下午帮我约他们的负责人会谈 好的 好 第三件呢 第三件 让人力部门尽快把我的助理 备选名单列给我 不然你就要肩负这份工作 会影响到工作室的进程 我对助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一点执行能力强 得了 懂事情 今天顾欣燕一早到公司 就调取了公司近几年 所有的销售报表 现在正在问责各部门的负责人 你们说他想干什么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这是想立威 他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 那么大口气 不要小看这个小丫头啊 前一段的经理告诉我们 她已经骗了我们所有的人 她的心机连我都吃了亏 更何况你们 董事长 你也不要太看重她的心机了 这次如果不是她拿到盛事的投资 我们也撑不到现在 或许啊 她给我们 给东城带来一些生机啊 你真是糊涂的啊 你觉得她拿下盛事的投资 是为了帮你帮我吗 她用意深远 她有什么用意 东城缺钱 想要开展任何项目 都必须动用盛事的投资 都要经过她 她这是在掌握话语权 她吃点股份怎么样 她有那点话语权 她又怎么样 你还记不记得 林毅是怎么一个人独吞了遗旺 遗旺是公司最赚钱的品牌 而你我根本无权过问 如果顾兴颜也玩这个炉子 你能把它怎么样 完全顺色 不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得采取点措施了 要不然我们在董事会 就是个摆设呀 董事长 你得拿个主意啊 你们可以放心 只要我们三个人一条心 就算风浪再大 也不会翻船 喝茶 七年我们部门一级特别差 你们部门怎么样 什么情况 搞得比我年周数值还紧张 这位顾董事 当年还是我招进来的呢 询问起工作进度来 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到我了 老大 我个人认为啊 他这第一天上任 就召集各部门负责人 进行数值 这肯定会引起这中层 或者董事会的不满啊 李竹人一定会借此大作文章 数满人心 对呀 各位 让我们欢迎 顾兴远董事进入董事会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董事长 谢谢董事长 谢谢大家 听说 顾董第一天进入董事会 对 就日理万机的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不过颜董 话说到这里 我今天查看了一下 近三年以来公司的业务报表 我还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 近三年以来公司一共启动了十一个项目 其中一万品牌的四个项目盈利 但是剩下的所有项目都是赤字 我询问过当时项目的负责人 他们给我的答案出奇的一致 是因为营销力度差 导致的销售差 此外啊 一万的账目上是非常地清晰 但是其他项目上呢 都是一笔糊涂账 甚至还会有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 可是这些项目书上 都有各位董事的签字 不懂你什么意思啊 一万当然不错 但是你不能借表扬一万贬低其他项目吧 严董您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而且我相信 东晨未来的董事会上 一定会有所调整的 因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亏损下去 盛事是帮助撤资权的 好 好 来 我来敬大家一杯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董事长 这位顾董来世青兄 看样子 已养了一头喂不饱的白眼狼 你们先回去吧 我跟他聊聊 行 那我们先走 走 好 晓妍 刚才人多 有些话不太方便说 嗯 那您现在说 你跟胡帆有那么特殊的关系 应该早点告诉我 是啊 我是应该要早点告诉你才对 嗯 对啊 你早点告诉我的话 我就会给你更多的支持 你就不会受那么多的委屈 没有 我在东城的成长之路已经很幸运了 我对我现在的现状很满意 满意就好 不管你人生有什么目标 我一定可以做你的同路者 我先走了 嗯 晓妍 这段时间 咱们应该刻意地保持一定的距离 甚至反目 这样比较妥当一点 请进 顾董好 我是刚来报到的你的助理 你就是凯西 你今天的装扮 跟我刚进东城的时候非常像 太巧了 希望可以跟在您的身边 多向您学习 今天上午什么日程 董事长办公室通知 上午十点整 在大会议室召开董事会议 帮我把这些文件 发到会议室 好的 辛苦 好 董事长 给大家介绍一下 顾兴言董事 相信大家都认识 顾董事 跟大家说两句吧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前辈 今天可以和大家坐在一起 我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今后呢我会和大家一起 管理东城 为东城做好服务 希望都可以合作一盘 我怎么整 我怎么整 我说两句啊 没有不敬的意思啊 小姑娘 东城每年的营业额里面的 一分一离 都是在座的这些董事 辛辛苦苦挣来的 现在成绩斐然吧 你手上是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但是你刚才说 要和我们这些东城老人 一起管理东城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哪来的底气 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是啊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样东西 请大家翻开我为大家准备的 数据统计表 好 2016年东城销售毛利率为10% 销售净利率为1.51% 主营业务的收入增长率为43.03% 净利润增长率为61.02% 净资产收益率为11.82% 存货周转率平均5.57次 但是同期璀璨珠宝的销售毛利率 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八 存货周转率平均为零次 有了这些数据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就是严董事所说的成绩斐然 你你你抛出这一大堆数据 你想说明什么 这些数字呢报表上都有 的确不能说明太多 但问题是 如您所说 您们的资历都比我深 都已经在东城 辛辛苦苦了那么多年 可是这些问题 是早就已经存在的 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呢 顾董事是做足了功课 数据做得很充分 不好意思啊董事长 可能我说的话有失分寸 也请在座的前辈多多担待 你提出的问题其实 我也一直在思考 其实这个办法 我之前也提出过 但是遭到了一些阻力 和一些人的反对 如今董事会里有了顾董事 这样的新生力量 我必须再次提出这样的构想 那就是将以望品牌的 经营权收归到东城 将更有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 达到布局市场的目的 东城去年的营业额是一百二十五亿 以望的营业额是一百一十亿 占比达到百分之八十八 董事长的意思是 将优质资产并入劣质资产 这是为了东城的整体利益 我不得不考虑这么做 你所说的 东城 早已不代表大多数东城人的利益 总之 以望的发展 不能由东城决定 我不同意 这件事情 不易在董事会上讨论 这个毗力也太高了吧 这顾兴严哪是找董事长拼命啊 她分明是找我拼命呢 扔出了一大堆数字 听得头都大了 你现在知道这个小丫头 不好对付了吧 她再怎么不好对付 也比不上我们董事长啊 借力打力把顾兴严开的炮火 全部转移到了灵异身上 董事长这招确实是高 他们两个就是再聪明 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董事长会把遗忘给收回来 以为有了股权就能跟我叫板了 还嫩了点 姜还是老的辣 董事长 董事长 听说您把顾兴严纳入董事会里了 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怎么 你的顾兴严还有心结啊 心结倒谈不上 就是觉得她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进得了董事会 她有本事拿来了盛事的投资 这个董事会的席位 我是不得不给她 但就算她进了董事会有的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借力发力 借这个机会 收回已忘的金银权 这相当于是她跟我一起 动灵异的蛋糕 恐怕现在灵异对她也意见很大 您最好还是别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我觉得 在董事会里还是压制点了还比较好 要不然这个顾兴严可真的是要上天了 你放心吧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总之 我不会让灵异和顾兴严 在我眼皮底下结婚的 她选择 好 了 星妍 你这个办公室也太漂亮了吧 你看 这水里还有鱼呢 还有吃的呢 我跟你说当了董事就真是不一样啊 太厉害了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刚入职 我们一起羡慕人家董事 有又大又漂亮的办公室 没想到这么快 星妍就有自己的办公室了 最重要的是 星妍还拿了那么多冬陈的股份 所以咱们俩得正式改口了啊 一 二 三 顾董事好 好 回头好回头好回头 好回头啊 顾董事好 你好 顾董事 这是董事长为您今天的晚宴 特意准备的 谢谢 谢谢 没事 董事长说这条项链 是典藏及莲花钢玉镶嵌的 请您今晚佩戴 好 好漂亮 听我谢谢董事长 好的 大手臂啊这是 这是大手臂啊 这是大手臂啊 妈妈你在找什么 我来帮你 妈妈在找一颗蓝宝石 放哪儿了真是 找到了 看 漂不漂亮 这明明是颗红宝石 怎么会是蓝宝石呢 宝贝女儿 这个叫啊莲花钢玉 它铲子呢斯里兰卡拉 还有一个名字叫 妈妈跟你讲啊 世界上所有的宝石啊 是这样划分的 要以它的这个形状 硬度 还有性质 包括它的折射面 来给它命名 你不要用肉眼看它 这个是不真实的 你看 咱们眼睛看到 这个是一个粉粉的宝石 实际上呢 它属于蓝宝石的粉丝 这颗宝石就叫做莲花钢玉 来 你看 看看这个折射面 多不多 妈妈 欣妍 欣妍 想什么呢 没有 我就是被这条 莲花钢玉给吸引了 来来来 我们继续聊继续吃 好 都是你的啊 欣妍请客你嘚瑟什么呀 所以都给你吃嘛 闭嘴 林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欢迎光临我们的答谢酒会 好 这边请 行 干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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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个事情 好 好 佛总 多才多艺 哪里哪里 来 上次成功注册了冬城 我们开心啊 你们也要尽兴啊 二位刚刚跳得真好 胡总应该不记得我了吧 我是冬城的孟潇潇 好久不见 孟潇 你办公室见过的 你好 孟总今天的业务能够非常漂亮 一会儿有机会一定要多多合作 好啊 我先试试一下 嗯 嗯 胡总 能邀请我们跳这里吗 请 嗯 跳得不错 好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李卓元她会见任我的话 要不因为我收回 你是代表资本入住东城的 当然是要站在资本的角度看问题 其实也无可厚费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向你提出要把遗忘收回 你会同意吗 真到了那一天 我会考虑的 到时候再说吧 嗯 这个项链是二零零二年的时候 由东晨原董事长唐婉容女士设计的 并且获得了国际金奖 同年赠送给了东晨珠宝博物馆 没想到 你对这条项链的远远也能不了解 李卓元送你的吧 嗯 为了笼络你 对 她也是砸了重金了 好 我这个有吃啊 好 好 不得了 索原 快 ME Fund智东 大罗 君 那眼里 告诉你 我说你 float 徐义 suy 出乎你 你 顾董好 来 我说话都变了 来 菜叶子 请进 这花可真漂亮 我发现你的命真好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还有人送花 孟总监这么早来找我 什么事情啊 我过来看看昨天晚上 被砸事件的女主角怎么样了 谢谢关心 我很好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的手机快被那些 好事的记者打爆了 我已经帮你压下去一些了 但是我不敢保证 所有的媒体都会买我的账 所以你要小心 祝你今天过得愉快 我先回去了 希望张婷 你已经混着了 我的手机 我希望账阶 我希望你能在买我的事 你能做到什么 这变迹了 这变迹了 你能做到什么 什么才变迹了 你呢 我希望你能做到 我这变迹了 我怎么办的 自己没有办法 我要采访你 是我在开会 好 你现在想问题 不用脑子的吗 为什么找那帮人闹事前 你不和我商量一下 我就是看不惯 顾心妍在董事会里 耀武扬威的样子 他背后不是有盛世风头吗 我就是要让他 背后的人看一看 他能力不行 管不好东晨哪 你是小学生啊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 如果给林毅知道了 你就麻烦了 林毅未必会管这个事 再说顾心妍 也不一定领情啊 你想 顾心妍进入董事会 对谁的冲击最大 林毅啊 而且我吩咐底下的人 矛头就对准顾心妍 说不定啊 顾心妍还以为是 林毅对着她来呢 我这是反间计好计妙计 你就别再添乱了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行 你以为我想管这事啊 走了 哥 哥 欣燕那边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怎么随便闯进我办公室啊 反正他已经知道 我们这亲哥俩啊 别人知不知道 我不在乎 昨天晚上的事儿肯定是你转干 不是 公司都传开了 新鲜刚进董事会 就提一把以外社会通辰 他们都说你对的意见特别大 你说公司现在有这种论调 到处都在传呢 好啊 好啊 好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Jacky 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个饭 找会儿有什么事儿吗 对啊 而且 是关于顾欣燕的事儿 好 晚上见 好 稍后我把笔记 发到你手机上 晚上七点半 不见不散 好 我愿意 有什么事儿 不是 我愿意 你不听 有什么事儿 好 我 很不散 我愿意 我愿意 不散 你 不散 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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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接的时候就都归到工作室里了 谁同意的 都有董事长的签单 我们也不好收什么呀 好 我知道了 这个我会先放一放 行 那我先去忙 有事你叫我 好的 请进 请进 林哲 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 公司对个人的账户 谁 李卓人 我想要看一下 他与公司对接的账户的明信 好 你看 他制取的方式很奇怪 这说明啊 他的偷偷地转移资产 而且不想留下相关联账户信息 我估计啊 他在东城的时候不多了 如果李卓人这个时候跑了 不仅会损害东城的利益 还有我妈妈的冤情也要实陈答案 你放心 我会尽快查的 你放心 我会尽快查的 进来 查得怎么样 顾欣扬和胡帆 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没有任何交际 但是胡帆那边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怎么有趣了 胡帆的父亲和唐婉荣是老朋友 不是吧 董事长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这样做得怎么样 按部就班 我们得加快速度 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感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胡帆的儿子 顾总是 我的办公室 亏被记者们占领了 他们都想采访您 这最新的爆料 是您说出去的吗 什么爆料 这个 简直是胡说八道 子虚乌有 你先出去 喂 胡总 究竟怎么回事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这显然是背后有人在捣鬼 你和林毅没有不和吧 没有 即使有的话 我们怎么可能会把这件事情 捅给媒体啊 这样不是两败俱伤吗 文章中把东晨的高层矛盾 和争夺一万品牌的事情 写得非常详细 肯定是东晨内部人干的 你要小心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减少这件事情 对于盛世的影响